而宜蘭農田水利會在大福路旁有一塊千坪住宅區土地 目前閒置還沒有開發 先議員江聰淵今天邀請了水利會前往會刊 期望水利會能夠將地開放出來 可以辦活動或是停車 而對此水利會經評估之後 也同意外界做有效利用 宜蘭農田水利會這塊位在大福路旁 維新申段636地號共巴比的住宅區土地 占地共有1077坪 兩側緊鄰著大福路以及宜蘭河防汛道路 面寬達到50公尺 目前閒置未開發 也用鐵皮圍梨封住 先遠江聰淵今天邀請的水利會前往會刊 期望水利會能夠加以檢疫整地 開放給民眾舉辦活動或是停車使用 做有效的利用 這個這麼大的面積在我們家裡面已經是非常借 我們希望水利會有一定好的一個地方 平方時有辦法提供 這個附近基民作為一個活動的中所 或是辦這個大活動的時候 來作為停車場 一個一個東西 我們就是說這個出口 正感謝附近的基民 幾十十年他們都不買 就是意思說不買賣 我們水利會因為苦力到後面 我們有七百貴平的建築 這對民主代和老闆的出路 不解決不可以 經過北部委員大家討論後 國議論來賣了 現在賣起來的這地的民族 大家有清通平 對此水利會長徐南山與非常認同 表示會全力配合 在未做規劃開發之前 開放給居民使用 請多明我現在是覺得說 這案在這裡鮮置 說起來沒有一個出路 那不是辦法 我們是不是來去團路邊 將來這裡如果地方有什麼事情 要在這裡用 分散市村 要照頂地來用 這樣應該大家比較方便 我是在想說 這本來的水利會就是大家的水利會 這如果可以的 這樣來做 我沒有開發之前 我是覺得這我們應該要同意來做 讓地方大家方便 至於日後水利會要開發的部分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 你這個結合 對方發電的方向來去做一個開發 因為如果現在你宜蘭市來 要找一個一千通平的收地 是非常地酒 非常地爛頂 這邊土地在這裡有辦法帶動 我們地方的整個發電 會發明 包括結合 我們在宜蘭湖北方 有很多特色觀光工廠 或是說我們鎮仔油公園 我們的宜蘭湖 湖邊公園 頂頂 共同來發電 來應做這個 這個宜蘭市北區 這個真有特色 有辦法帶動 這個地方山藥發電的這個所在 宜蘭新聞記者是市民採訪報導